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死后 竟然独出心才的 将皇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 赵匡印传递不传子的非常举动 给后人留下了永远都解不开的米 究竟有什么难言之也 让赵匡印随备天道场里 行此大义之举 历来是困扰后世史学家们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明争暗斗 权力之争 因此 赵匡印的死因也就变得更加突朔迷离起来 尤其是竹影复生的传说 更是将阴谋论推向了极致 网络配图无论历史记录 还是民间传说 最认可的说法 就是赵光义害死了哥哥 登上了皇帝宝座 之所以有此议论 自然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赵光义是最接近至高皇权的实力派人物 为达个人目的 极有可能挺而抖写 据历史记载 赵光义当上皇帝之后 封弟弟赵光义被晋王 未在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一天晚上 有内侍传太祖得了重病 得知消息后的赵光义马上前去探望 到了太祖那里 内侍都被赶出去了 这期间 就见独光下两个身影 一会儿分 一会儿抖 赵光义不断地离开座位 躲避扔过来的东西 后来 有人听见太祖将斧头摔到地上 并对着赵光义大吼一声 好自为之 而在当晚 太祖就驾崩了 于是 赵光义急问 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 而另一种说 法则是金位之盟 赵匡义即位之后 其母杜太后经常参与正事 并且以前得著称 后来杜太后病重之时 曾把赵匡义叫到床前叮嘱道 你千万不要让小孩子当皇帝 你不行了 就让光义当 光义不行了 就让小弟弟挺美当 只有这样才能长保富贵的 为此 他还把宰相赵普叫来 并将传位顺序写成 誓言 藏在一个金箱子里面 历史上趁这一事件为金贵之盟 网络配图从这两段记录看 其实两者是很矛盾的 那么 是否真如传说的那般 赵光义杀死了哥哥 窃取了皇位呢 对此 我们只能以莫须有的态度亏是一二 说有者 自然也有其道理 尽管杜太后有盟约在前 但赵匡义会不会遵守 却仍然是个未知数 这一点 历朝历代都有验证 赵光义也是心知肚明 如果赵匡义被施约 赵光义又得到了确切消息 出于对最高权力的极端渴望 在哥哥并重之际 扑下杀手夺取皇位 完全不在话下 但显然 仅凭猜测是不能给赵光义定罪的 而说没有者 似乎也无可辩驳 既然有约金贵之盟在先 赵光义耐心等待就是了 完全没必要冒着杀头的危险争一时之短长 话又说回来了 既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 的确就是赵光义杀死了哥哥 那么为何还会有对赵光义的诋毁之词呢 或许就是赵光义即位后 并没有按照前约将皇位传给弟弟 或是赵光义的儿子 而是将皇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直到北国入侵 辉亲二弟贝鲁 康王赵构建立南宋 黄泉才回到了赵光义一脉 网络配乎中国人是习惯于正本朔元的 尤其是在儒家文化空前繁荣的宋朝 赵光义的这一举动自然会受人以柄 并由此对赵光义的机位合法性产生怀疑 而攻击一个人最趁手的武器就是谋反和篡位 为诋毁赵光义的人品 借助主营附生的传说 达到公劫之目的 是在何时不过那乐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